由一个日本电视台抓拍的录像显示 通常由北韩领导人乘坐的专列抵达北京站 随后一个车队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预计金正日在那里会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这次会晤是金正日中国执行的高峰 中国是北韩最重要的盟友 根据来自韩国媒体的消息 金正日于当地时间上午9点乘坐他的私人列车抵达北京 随后直接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国宾馆面积很大 安全系数很高 金正日上次去年8月到访北京时就在那里下榻 中国外交部拒绝对此确认或评论 但是韩国说 中国总理温家宝一个星期前在东京解释说 金正日到中国是为了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一年内三次访华 过去几天被看到访问中国多个经济高度发达的 东部和东北部工业城市 中国是朝鲜最重要的援助国 也急于看到朝鲜促进其垂死的经济 到目前为止 金正日对中国式的改革没有显示出多少兴趣 星期一 日本电视台还抓拍到一名 身着金正日标志性制服和与他发型相似的人 进入了中国中部江苏省扬州市的一栋大楼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一旦 一旦 感谢观看